《经济半小时》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小宇 今天我们关注电信诈骗案 前不久中宣部公安部 在北京联合启动了 全社会反诈总动员 全国反诈防诈系列宣传活动 引发广泛反响 电信诈骗犯罪是随着通信 互联网等技术发展 而衍生出来的 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 尽管司法机关 对这类的犯罪打击从未懈怠 但是变着花样的诈骗方式 令人防不胜防 从今天开始 我们的节目 也将连续三天 对近期出现的 一些新骗术进行梳理 希望大家一定擦亮眼睛 不让犯罪分子得逞 先一起来看看浙江湖州 沈女士的遭遇 浙江湖州的沈女士 平时喜欢上网 还喜欢在微博上 发表一些自己的日常感想 沈女士的微博 粉丝很少 平时几乎没有人 点赞或者评论 但就在2019年年底 一个陌生人 开始在她的微博留言 隔三差五 就会点赞或者评论 这让沈女士 对这个人产生了兴趣 于是就去查看 这个人的微博 其中有一个照片 就是给狗洗澡的照片 就比较生活 贴近生活 反正还养狗什么的 就耐心挺好 在她看来 赵先生这样事业有成 又成熟温和的男人 正是心目中 标准的男朋友形象 随着两人交往越来越多 赵先生甚至向沈女士 谈到了一些生活上的隐私 说她做IT嘛 对吧 去人家单位 请她过去修复 漏洞啊什么博彩 就博彩中心这种公司 博彩公司 她就是说 能看到那个中奖的数字 能直接从后台 看到赌博公司的中奖号码 赵先生的说法 让沈女士很是震惊 接下来 赵先生向沈女士 又提出了一个请求 她说她要到澳门出差 所以想委托沈女士 帮着维护几天 自己在赌博网站上的账号 我说她手机在那边用不了 那么让我用她的账号 就是给她操作一下 就她数字报给我什么的 沈女士此刻内心 充满了被信任的惊喜 但也害怕有负重托 赵先生告诉她 不用担心 她说自己在该网站后台有朋友 不存在亏本的可能 她是冲好了 她告诉我 说十万让我联系后台 说谁是谁账户 那么报给后台 说十万进账什么的 这些可以完了呀 那么确实有 于是 在赵先生出差这段日子 沈女士帮她在网站上 投注三次 很快赚到三十万 我那个平台进去之后 我是能看到 那个平台的那个开奖数字啊 什么的 那么她就直接手机联系 说那么下一注买什么什么 那么开奖数字呢 确实是她买的那个注 和开奖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想想看她做RT的 估计是可以能看到后台 这很正常的 对吧 那么我也没有什么借心 赵先生出差归来后 沈女士向赵先生 说起了这个好消息 赵先生却并不惊讶 他说自己在圈子里 这样数额的输赢很平常 还说可以帮沈女士 也开设一个账户 那我说好的呀 那我放个两万块钱嘛 那我想就是我自己 给自己想的 那最坏的打算 大不了就两万块钱嘛 对不对 输赢嘛 你也就当自己什么花掉了 这样的两万块钱 不过沈女士很快 接到了赵先生的信息 劝她在账户里多放一点钱 她这样说了嘛 多彩会有送那个福利的嘛 比方说你充二十万进去 她可能会送十万 就等于是白白赚十万块钱 就这个意思 她就会让我多用点钱 多用点弄齐 然后玩一次就钱赚够了 就好了这样子 赵先生的建议 让沈女士有些犹豫 一下子投入这么多钱 万一赔了怎么办 但是仔细想想 两个人认识以来 赵先生的种种表现 沈女士还是选择了 相信这个还未谋面的男朋友 而且重点是 她微博她还买了一个 那个博主 对大V认证 沈女士 东拼稀凑了十六万元 不够赵先生说的二十万 她难为情地 向赵先生说明了这个情况 赵先生却爽快地说 剩下的钱她来解决 那我的本钱 大概是十几万多 剩下的四万多块钱 她帮我冲进去 但是她不是冲到我卡上来 是直接冲到我那个账户 账户的钱充好以后 赵先生如约带着沈女士 投注了三次 三次的话 其实里面总共二十万的话 也已经变了将近快一百万了 短短几分钟 账户里的钱就变成了一百万 这让沈女士大喜过望 于是决定把本金先提出来 用赢来的钱继续投注 而此时系统却出现一个新的提示 跳出来一个框框 说什么违规操作 要交什么五十万的违约金 再让我把这个钱提出来 沈女士赶紧联系赵先生 让赵先生帮忙提谢 但对方却并不着急 为了安慰沈女士 赵先生说 网站要求再充值的五十万元 她来想办法 她开始说四十九万了 后来说四十五万了 后来说四十七万了 那么说让我再去借三万块钱 于是沈女士打电话向朋友借钱 但朋友一听她借钱的缘由 不仅不借给她 而且让她马上报警 然后我朋友就告诉我 她说这个肯定杀猪盘 你肯定被骗了呀 说什么现在近一两年 说所里公安都在弄杀猪盘 你难道没听说过吗 所谓的杀猪盘 是指诈骗分子利用网络交友 诱导受害人进行投资赌博 等类型的一种电信诈骗方式 犹豫再三 沈女士最终还是选择了报警 沈女士向警方展示了 她投资的这家网站 民警一看就发现了其中的问题 说说是一个投资类型网站 其实的话就是 它的模式是跟网络博彩 性质是一样的 就是说它的模式也是猜大猜小 或者是猜点数 其实这个说出来就是一种网络赌博的形式 警方告诉沈女士 她遭遇了网络电信诈骗 而就在警方对这起案件展开侦查的时候 一位王女士也来派出所报案 道出了和沈女士类似的经历 在所谓男友的层层诱导下 王女士陆续在网络平台上投入了27万余元 全都不知所踪 经过对两起案件的创并分析 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在国内盘踞的一个杀猪盘诈骗团伙 警方迅速对案件展开侦查 据两位被害人回忆 他们每次给网站转账 都是听从网站客服的指示 转给了指定的银行卡 每次的银行卡号都不相同 通过对银行卡交易明细查询 警方发现被骗资金 经过多张银行卡转移后 汇集到了湖南郑州市贵阳县 并通过银行自住贵员机取线 这些负责取款的人 在电信诈骗案件中被称为取款手 每次取款都会获得一定的报酬 掌握了这批取款手的相关信息 以及相关轨迹之后 我们就专案组就赶赴了 湖南郑州等地 进行对这批实施这批 那个取款手的抓捕 本次执法全程录音录像 总共八九万吧 你知道这个钱是什么钱吗 我不知道他们说是国财的吧 那就是非法的了 对不对啊 抓捕行动中警方共抓获了十名取款手 查扣涉案银行卡八十余张 手机二十余部 你确认就这么几张卡 对 那个钱拿过来以后你给谁拿 是给他叔叔 你直接给他的是吧 对 在抓捕审讯过程中我们发现 所有取款手取款 所获得的账款 都是交给一个洛某 他们发现洛某其实就是这个案件 所有资金流向的关键 2021年3月8号 涉案取款手头目嫌疑人洛某 被警方抓获 最后负责制作维护诈骗网站的李某 也在福建莆田洛网 整个犯罪链条呢 资金链条包括技术链条 都是在国内 国内的这两个链条我们都是产断了 由于警方行动及时 报警一个月后 沈女士拿回了自己被骗的16万元 不过警方调查发现 案件涉及的银行卡 从2020年12月底 至2021年3月初 流水达上千万元 这说明还有很多人被骗 其中大部分赃款 已经被嫌疑人挥霍以空 无法追回 由于电信诈骗具有低成本高回报 犯罪隐蔽 跨国跨境 涉案人员复杂 作案环节多 侦查时间长等特点 对于犯罪行为很难实施 及时及精准的打击 所以如何预防被骗成为重中之重的工作 而我们发现除了高富帅 虚寒问暖的杀猪盘式骗局 还有一些不法分子 伪装成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 社会信任度高的身份实施诈骗 我们再来看记者的报道 2020年5月初的一天 在南方某市的一个 政府部门任职的李先生 接到了一个 用本地号码手机打来的电话 对方自称是市里 某消防救援大队的教导员 与李先生曾有过一面之交 他当时电话一打过来 就直接把我的名字也给叫出来 说是之前是我们一起 在一起吃过饭 因为当时可能我在这个港口上 应用可能也比较多 我也想不起来 然后他是哪一位了 尽管一时想不起对方是谁 但既然对方有他的联系方式 还能一下子叫出自己的名字 李先生没有多想 便转而询问 对方找他有什么事 对方告诉他 消防救援大队 近日急需一批帐篷发电机等设备 由于原先的供货商 因故不能及时供货 因此决定另找一家供货商 考虑到李先生这方面的人脉比较广 想请李先生从中牵线搭桥 推荐一家 我正好认识有个老板 正好是干这一行的 于是我就出于好心 就把他然后给介入给他了 没过多长时间 李先生的那位商人朋友 便接到了这位教导员的电话 于是这名商人 又按照电话中这位供货商 提供的联系方式 把电话直接给生产厂家打过去 厂家的报的价格 和这个我送出去的价格 这个中间的利润比较大 我当时也想做 然后后来厂家就是意思 要先打款后发货 我当时也没够考虑 直接给厂家打了三十万 然而当货款打过去之后 这名商人再联系那位 消防救援大队的教导员 供货商和生产厂家时 却发现所有的电话都打不通了 再联系李先生 李先生也是一头雾水 两人这才意识到 自己肯定是上当受骗了 于是迅速向警方报了案 警方发现 李先生遭遇的诈骗并非个案 那么这个诈骗团伙究竟来自哪里 诈骗的钱财又去了哪里呢 2020年5月17号 安徽警方接到线索 有两个电信诈骗的手机号码 曾在安徽省博州市属性 这个诈骗号码就在我们博州境内发生了 就说明这个犯罪嫌疑人 就在我们博州境内实施作案 警方立即决定并分三路 一路通过对诈骗手机号码进行研判 寻找线索 另一路针对嫌疑人的收款银行账户 查找赃款流向 第三路则根据案发时间段 嫌疑人可能出现的区域 调取监控视频 找出嫌疑人的踪迹 对这个号码进行分析 发现数据是非常短的 也就是说它作案整个活动 可能持续一天至两天 但前期就基本上没有号码打进去 然后后期作案成功之后 号码也不用了 号码的存活时间最多也是两天 显然这些手机号码 是嫌疑人专门用来进行电信诈骗的 仅在作案时与被害人进行通话 行骗得手后便不再使用 因而通讯记录中 并没有与其他人进行联系的信息 同时警方也发现 这些手机号码与当机的基础信息 并不相符 通过涉案手机号码 来追查嫌疑人线索的途径 行不通 而通过他们收款所用的银行账号 来追查赃款流向的侦查 也同样遇到了困难 处理资金的过程中发现这些被害人往往转的赃款 被嫌疑人在很快 在几分钟之内就经过层层转账 通过这些国外的洗钱通道 和国内的洗钱通道已经转了很多级了 前两项侦查行动陷入僵局 办案民警迅速调取片子们可能出现区域的监控视频 寻找蛛丝马迹 我们把手机号码所有可能出现的区域 我们又远规把地图上画一个圆圈 把这个圆圈全部封死 圈一旦画好之后 我们就是逐人逐车 不放过任何一个交通工具 连摩托车或者是甚至电瓶车 我们都一一进行甄别监控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经过长达两周的监控视频调取和分析研判之后 案件侦破工作终于有了初步进展 根据对案发时间段案发地附近监控视频 所拍摄到的车辆行人进行细致分析 办案民警筛查出了几名可疑人员 并摸清了这个诈骗团伙的作案规律 他们以往的作案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二 前往博州市开展实施作案 和被害人进行联系 然后开始酝酿诈骗的经过 星期三星期四以往就诈骗成功 星期五反正就返回进行调整 周六到周日的时候一般就是休息 警方了解到 嫌疑人一般驾驶电动车或摩托车 寻找河南安徽两省交界处 人际罕至交通不便的 树林河边等隐蔽性较强的地点 拨打电话进行诈骗 得手后便分头逃离现场 躲藏一段时间 然后伺机再次作案 根据嫌疑人的行动轨迹 办案民警顺腾摸挂 锁定了他们位于河南省 路易县某小区的一处藏匿窝地 通过调取小区内的监控 办案民警获得了四名 涉案嫌疑人的清晰影响 四名犯罪嫌疑人 三人为河南省上菜县人 一人为河南省路易县人 其中三人均有犯罪前科 我们当时掌握的四个嫌疑人 其中两人就是伪亲兄弟 弟弟是有作案前科 作案的前科就是冒充军人武警诈骗 就是这个前科 而且2015年在出狱 然后另外一人 就是说与他们这两兄弟的关系 就是他们一个同村 路易县这个嫌疑人 就是跟这个他是育友 种种迹象表明 这伙人就是博州市近期 一系列冒充军人武警 进行点信诈骗案件的嫌疑人 警方迅速制定了抓捕方案 然而出乎警方的预料 一连几天过去了 这伙嫌疑人依然不见踪迹 难道是嫌疑人察觉到 警方的行动停止了作案 通过对案件侦查过程的梳理 和对嫌疑人情况的 进一步调查分析 警方得出了结论 因为我们找到这个窝点的时间 是他们做完案回去之后 中间正好跨了一个 跨了一个时节 就是说他们秋收 就收麦子去了 所以说他们应该是团伙 暂时停止实施犯罪 2020年6月上旬的一天 这伙嫌疑人再次有所动作 他们行进的方向 正是安徽省柏州市 又来了 而当天是一个周日 按照他们之前的作案 一个习惯来说 他们基本上是周日下午 或者晚上到达周一 然后开始实施作案 嫌疑人像往常一样 驾驶着电动车和摩托车 分成两组 前往柏州市牛脊镇 安溜镇一带四级作案 到达博州市的第二天上午 嫌疑人选择了安溜镇一处 临近河道地势低洼 且有人际罕至的树林 开始拖打电话实施作案 这时候就等待一个时机 经过实地观察 在一个地经的路段上 设置一点小路障 让他感觉到路不顺 然后就会走这条路 下午两点多钟 通过拨打电话 实施完诈骗活动的四名嫌疑人 果然按照警方 为他们设置的路线 从作案现场 一前一后出现在小路上 由于刚刚完成作案 这伙嫌疑人 还没有来得及分散 前后相隔不过几年 四名嫌疑人 被泊州警方成功抓获 在他们随身携带的物品中 警方查获了他们用来 作案的手机 手机卡 充值卡 以及记录有大量政府部门 机关企业负责人 联系方式的涉案物品 在随后的三个月内 泊州市警方又连续出击 分别在河南省 临州市 广东省 深圳市 福建省 龙岩市 抓获下游洗钱团伙 犯罪嫌疑人李明 以此案的突破为抓手 泊州市警方辗转全国多个省市 共捣毁电信网络诈骗窝点18个 抓获犯罪嫌疑人37名 缴获各类电信网络诈骗设备126台 破获涉及17个省自治区的 各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九时已起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 对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工作做出重要指示 其中提到要坚持 其抓共管群防群治 全面落实打防管控各项措施 和金融通信互联网等 行业监管主体责任 的确有效防治网络电信诈骗犯罪 只有公安机关的努力还远远不够 建立群防群治的反诈骗机制 势在必行 让普通民众的防骗意识 自觉地从保证我不被骗 到提醒他人不被骗 再到注意身边是不是有诈骗 我们相信只有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形成合力 才能让电信诈骗无处藏身 让网络空间更安全 更清朗 好了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节目 就是这些内容 如果您还想关注更多的信息 就请下载我们央视财经客户端 谢谢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